大家好 我是蘇萊姆 今天不好意思 我還是會用廣東話的 話說今天 昨天想了一大堆 經過多方的意見 發現有一隊 即是一個隊 很大希望可以過到輪迴 基本上 要寫棄我的6.25倍功 就是大家所見 和這隊差不多 但是到最後我通關 不是這隊的 我大概說一下 流程是怎樣 去到圓舞 就是第四十關 開始難打的時候 不需要擔心 這個時候只要你一隻 伊莎貝賴 輕輕反擊 輕輕反擊 不需要太多 輕輕 砰 才反擊死他 基本上是非常輕鬆的 但是這裡我是沒有反擊他的 我是用了 有一次是 反擊死 有一次是 因為他的CD就死 那就慢慢磨死他 基本上 他只有十八血 基本上 如果每次都做到 全部都有攻擊的話 其實能夠殺到他的 好嗎 好嗎 愈無輕鬆 好了 水癌由於 埃及神 或者是 有點太氣了 我都沒什麼 有他 因為 這一隊打及神 實在沒有難度 然後到這隊 打提爾 其實有點壓力 一點點 因為他有連擊 基本上 根性都要好好補血 基本上 兩隻水癌 加一隻伊沙貝拉 都已經是 無限用技 大家都是十多 基本上 你又不用下用技 基本上 但他們 交替著用 當水癌 兩隻用完 我就用伊沙貝拉的技 用伊沙貝拉的技 等到沒多久 所有的技 又可以用 所以基本上 又是輕鬆過壞 基本上 不算太大壓力 基本上是在這裏 那就提爾 拜拜 對了 對 黑狗寶寶 同樣遭遇同一個命運 你見到 他是 這裏 受慢的傷害 他很愚蠢 為什麼呢 因為他都是被迷惑 自己打自己而死 那我為了默哀 因為他去了幾蠢 好 龍王 那 比我想中 都算易打 因為技能方面 雖然水癌上太強 比我想中易打 基本上跟提爾的時候 打的都是差不多 因為兩個水癌技 基本上 我已經打幾次了 這一關 那 水癌技 都未必需要開 因為我最之後 是沒有用水癌的 基本上我只開水癌 兩隻水癌技 以及伊沙貝拉技 基本上可以屈它 然後補個尾刀 輕鬆過癌 基本上是時間問題 都不算太辛苦 因為血比較多 機會比較多 拿渣 拿渣這個很巧妙的方法 當然 那是什麼呢 都是伊沙貝拉 所以之前為什麼我說 伊沙貝拉在之後的關卡 佔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因為就是面對這些高攻的怪物 我們只要放出伊沙貝拉技 就輕鬆搞定 但是不要忘記 它是連擊的 Baby 但是連擊不需要擔心 因為第一次反彈了 第二次 所有的技幫我頂了 對 所有的不倒意志 絕境意志幫我頂了 那就很開心 我基本上是 打完這關 血得1 但是呢 我就殺了它 沒錯 看到這個就是死亡時候的樣子 看到這個幾慘 半透明的樣子 他自己打自己已死 基本上打這關呢 就輕鬆到悲 基本上是讓你打完三太子一個回 是透氣的時間 基本上這關都沒有什麼特別 都頗輕鬆 讓你儲滿技 准入下關的挑戰 因為下關實在是很難打 真的很難打 非常難打 下關是什麼呢 就是打肥仔 不是 瘦仔 不是肥仔是瘦仔的 我都遇過肥仔 亦都遇過瘦仔 基本上他們都差不多 能力上 我都不要記得有分別了 總之反彈25%攻擊 基本上是痛到爆 超痛 打他越痛 我被他打越痛 還有一件要留意的就是 他下一下將他打你的時候 你聰聰聰就不要打他 因為很容易會出事 我就是出事 在這裡死過一次 又要重新去再磨 N個鐘座 打回到這裡 那種感覺是非常痛苦到爆 我輪迴 很開心 我今天能夠在這個時間通關 很硬分 但我都想錄一段影片 但打到這裡真的很辛苦 Anyway 終於送了回歸家 都很感動 終於可以 打贏這個肥仔或者瘦仔 這兩個都是我不願意見到的 以後我抽到他 我都馬上 然後 補錨他 馬上補錨他 馬上補錨他 有人不會吃掉他 始終抽回來也有感情 對吧 好啦 不說他了 現在反擊寶寶很恐怖 但誰知道 當我以為反擊很恐怖的時候 原來越戰越強 是更加恐怖 這個時候大家發現 其實我在這裡已經不同了 我轉了另一隊進來 因為呢 看到有大大的情報說 即是Kat的情報說 誰來過 那個 人面料非常高防的 那我就聰明了 不帶水泥 哈哈哈哈 真謝謝Kat 他告訴我 帶水泥 如果沒有一隻破防的 不行 那我就聰明地帶了 哈哈哈哈 帶了木油 那木油為什麼呢 它的主動技就是破防 輕鬆 可以幫我 一聲 幫我打倒人面料 不過 在打倒人面料之先 我要打倒了五熊先 那五熊你見到 打到他這裡 真的很辛苦 他基本上 下下 他到後期 這一段時間 他下下都扣我 多過 四萬多 五萬多 這樣 他癲癲地 那基本上是真的 所有技幫不了你的 真的要兩回合 勝勝定定 轉好珠 少少心心 對了 那你基本上 沒有雙控場 只有伊沙貝拉 還有得光油 幫到你的 其他沒有人幫到你的 那就是 要有 運氣上面 有適量 否則 很難過這關 我這隊其實 真的很難回到血 因為他血量真的很多 我血量真的很多 那其實我不應該帶木油 木油反而 令我血量多了 沒有那麼好 如果我再組的話 應該不帶木油 帶其他進去 總之可以 秒多人面料的 鷹就可以了 基本上的卡就可以了 那我不管哪一張 那這一張 那這張令我打得更加辛苦 那這一個組合 不是好 那這個組合 真的 木油可以換其他 破防的寵物 對 或者白褲都更加好 因為 要多血量回血 都要辛苦 縱燃可以回復力 OK啦 但因為我血量多了2.5倍 我每次回到晚四 真的好痛苦 基本上 對 所以這裡是非常難打的 是時候 那 anyway 那有 真的好多幾下 基本上好像回不到 但是跌些心珠都救到我 如果不然 真的不行不行 總算過得到 但是最緊要 人面料 我沒有CAP到圖 不過不要緊 最後破關 這一張上海的圖 你知不知 這一顆魔法石 是多麼重要 是多麼重要 你完成輪迴 這個 多麼重要 獲證一顆魔法石 這顆魔法石 不代表你什麼 但是代表著的就是 我完成了 我不用再輪迴了 我已經得到成 非常之開心 那除了這顆魔法石之外 還有一個榮譽 就是 這堆魔法石 是一張美力的 由二十關開始 到五十關 最後有三顆魔法石 總共有三五 是有九粒 為了這九粒魔法石 其實是最後的三粒 特別為了最後三粒魔法石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去練我們的卡 花了很多時間去磨 基本上輪迴 我都不敢想像 我打了多久 第一次 我還打了不知N次 大家看到我鋪片 都鋪了好多一條 對了 唉 我最後真的很想和大家 一起經歷 輪迴 戰勝那一刻 但我竟然不見得拍片 哈哈哈哈 我連人面也沒有卡通 唉 好弱智 不過對不起 我不會再打多次的 大家 大家死這條心了 是啊 在這裏 真是多謝大家 最近都收到很多大家的留言 其實 大家每一個YouTube上 Facebook上 每一個Fan Page 或者任何地方的留言 我都有看完 每一個留言都有看完 其實好的留言 我會記住大家 多謝大家 其實不錯的 其實我都面皮比較厚 我都接受大家的意見 我都會嘗試去進步 接下來呢 如無以為都會繼續出第二集的教學 經過大家的反應 說 第一集 第一集太容易了 所以我決定第二集 是更加容易的 哈哈哈哈 因為我覺得第一集有些事情 說得不夠清楚 所以我決定第二集 說得更加清楚 更加容易的 所以 大家期待 這個 神級轉珠技巧入門 第二集 即將會上映 至於什麼時候呢 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可以拿這些獎照了 好了 在拿到這個獎照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在這個時候呢 唉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 可以這樣為的輪迴系列 終於完成了 我都拍了輪迴片 拍了N條 其實還有些拍鐘 沒有放上去 已經放了幾條上去 因為覺得值得放了放上去 對 還有N條沒有放上去 我都可以把那些片全部消掉 因為 這段就是最後一段輪迴片 多謝大家 謝謝 拜拜